又超標 室外空氣品質持續惡化 學校的甜樣是教育搞得無法思考 有讀指數不斷攀升 作業越來越多 科業壓力爆表 以對藝術生命教育的探索為成立初衷 人劇團自2020年起 便展開與高中生有約計畫走入高中校園 以劇場為行事 提供學生一個理解自我的空間 2022年更啟動生態永續專案 看見攤地呼籲計畫 帶著團員融入方園社區 與當地居民孩童一起共創 並和常年關注環境議題 獲獎無數的科金員導演 攜手呈現海之案 紀錄片 用藝術作為教育 與面對社會議題的新創途徑 其實我們在很長時間在方園攤地 看到潮汐的掌退之間也感受到藝術教育的 所謂的曖昧性 就是說我們在藝術教育裡頭 其實保有那個中間地帶 讓不管是創作者或是參與我們共創過程的參與者 都有機會在那個所謂的中間地帶產生對話 然後藉由這個過程當中 也就是說在創作過程當中引發很多的思考 那所以也藉由這樣子的一個思考的過程能夠深化他們的生命經驗 所以我們在跟這個集體即興創作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從譬如說我們從跟孩子共創對話的過程裡 從他自己生命的經驗出發 進而轉換成公共性的一個議題 那也可以代表著我們對於這整個新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新世代 或許有很多他們的心聲其實是共通的 所以潮汐界的曖昧這個策展 其實我們是藉由在所謂 藉由我們在譬如說柯金源導演和我們進到校園 那麼帶著我們的孩子 我們一起透過這個生態永續這樣子的一個核心 然後進入共創 那你就會看到生態教育跟藝術交織的這個曖昧性 那這也是我們這次在策展裡頭希望分享的 我從2021年跟人劇團合作之後 對我來講真的是一場驚喜跟冒險的行動 驚喜在哪裡呢 就是我跟年輕表演藝術工作者 從淡水河口的海岸 然後一直往南到了台東的藍田 我們到了每一處的海岸 都請那個表演藝術工作者去先體驗 然後感受再轉意 所以在每一場的即興表演跟分享裡面 讓我驚喜 超出我很多很多的期待 那冒險之處呢 就是我接受了那個 蔡老師的邀請 擔任那個集團表演裡面的一個小小的串場的 這個小小的角色 那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因為我想要改變一下環境資訊傳遞的一個功能跟角色 所以我就把自己丟掉了 那沒想到這一年走來 它真的是一場跨世代的對話 我很期待我們這樣的一個結合 能夠讓外界都看到我們所關心的議題 我想不只是我的學生 對我來說我在教育界30年 我真的別開生命的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教育方式 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麼頭一年我們做的是生活的教育跟生命的教育 那去年我們有這樣的這個幸運 讓柯導演來到我們學校做一些演講跟分享 那同時也帶我們孩子去做田野的調查 從實際在觀察台灣的環境 再透過藝術的演出 再回到學校裡面來 我們的老師我們的學生 共同的參與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看到了新課綱 一個不同的學習跟教育的方式 其實我看到了我們的環境保護永續的概念 如何透過一些不同的形式 更深根的可以有機會落實在校園裡面 有人會問我 到底為什麼一開始要命名人劇團 那我想我的起心動念一開始就是 哇 一群人關心另外一群人的一個劇團吧 第一屆永續教育暨藝術性策展 是人劇團提出的長期計畫 希望將劇團歷程與經驗分享 並號召更多討論聲音 除了靜態展覽 展期間 還有多場精心策劃的體驗活動 其中參與是劇場 沒有看到的看到 結合劇場與教育改革議題 由人劇團 導演柯金元 復興高中校長劉桂光 作家羅怡君等人共同參與 我們這次策展最主要有所謂的展覽 展演 工作方跟座談 那我們這次在我們的展覽 就是靜態場域裡頭 您可以看到有很多我們在施作的計畫 包含我們與高中生有約計畫 以及看劍攤的計畫 那當然在展演的部分 我們有參與式劇場的演出 那這場演出 其實我們特別邀請了柯金元導演 然後劉桂光校長 還有我們羅怡君 羅老師 和我們藝術家教士 更重要的是和我們 就是與高中生有約 就是算是我們第一年 施作計畫的高中生 現在是大一席生了 然後我們一起有一個 所謂的共創的演出 那透過演出的過程當中去探討 我們在關心的生態跟教育的議題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所謂的工作方跟座談 就是希望透過工作方邀請教師們 透過教育劇場這個形式可以深化 就是說這樣子的教育劇場形式 透過老師們他們來體驗 那藉由他們體驗過程 再把這樣子的教育劇場的方法 帶回到校園 能夠去跟孩子們互動 所以透過體驗的過程當中 來談談我們所謂的 這個藝術領域的曖昧性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座談 特別邀請了吳戴隆老師 以及榮淑華老師 透過兩位專家 一起來對談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看到藝術教育 原來他可以有更多在教學現場的 很多實踐跟方法 潮汐間曖昧第一屆永續教育 暨藝術性策展 於3月2號到3月5號 在華山文創園區登場 展覽免費參觀 表演與活動即日起開放報名 鄉親請洽人劇團官網 記者離席會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